才剛成年的聯繫男子 到超商提領詐騙到手的前 從今年出到現在 詐騙金額居然高達50多萬元 剛滿18歲做起詐騙 嫁輕就熟 原來背後還有個未成年女友 當他的得力助手 價值上萬的情侶對表 就是聯繫男子 買來犒賞自己和女友的定情禮物 原來兩個人國中就開始交往 之後沒先學 聯手搞詐騙 女生在臉書上經營粉絲團 賣女生小物 主要負責吸引網友上當 再拖延時間 男生負責網站架設和ATM提款 兩個人青梅竹馬感情好 卻誤入企圖 在網路開設許多粉絲專業 通常以小情的店 小情的商鋪或粉絲團的方式 進行詐騙 警方保守估計有上百人受害 很多人可能覺得金額小梅報警 只有二十幾位被害人出面指控 警方巡線找到詐騙嫌犯 看到這對小情侶時大感詐異 年紀輕輕不學好 現在兩個人的未來也毀於一旦 記者江俊慧江藝人新北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